你知道在电影新变种人里 出现的变种人都有什么能力吗 电影新变种人作为X战警系列的电影 虽然电影评分很低 让很多影迷看了之后都觉得是一部烂片 但是电影中出现的变种人实力却非常强大 下面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电影里出现的变种人都有什么能力 第一位 密克 密克原名利亚纳拉斯普廷 是一个魔法系的变种人 也是钢力士的妹妹 她的能力是可以利用魔法打开传送门 传送到一空间或者任何她想要到达的地方 以及能从手臂处变化出魔力铠甲 当她能熟练使用她的能力时 这个铠甲可以覆盖全身 而她手上的剑被称为魔之利人 这是一把可以对敌人造成魔法伤害的长剑 除了在电影里展现出来的能力之外 在漫画的设定中 她还是一个精通各种黑魔法 以及白魔法的地狱边境领主 并且密克还可以从地狱边境召唤主意兽来帮她战斗 第二位 狼独 狼独也被称为狼女 原名雷恩辛克莱 她的能力是可以变成任何形态的狼 也可以变成狼和人之间的过度 狼人形态 这个能力使她具有超强的力量 速度和耐力 并拥有超强的感官能力 能够感知紫外线和红外线 以及感知人的欲望和情绪 第三位 月星 月星也被称为幻象 原名丹尼尔月星 在原著漫画的设定里 是一名印第安部落下安族的成员 她的能力是制造幻象 但和一般的幻象不同 月星的幻象是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实体化 这个能力虽然强大 但是经常不受控制 她经常会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对方带入到幻境之中 在电影中的这些怪物 以及给变种人们带来巨大麻烦的魔法雄 都是月星内心深处的恐惧实体化创造出来的 第四位 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原名罗伯托科斯塔 出生在一个巴西的富豪家庭 但在能力觉醒之后 她的父亲觉得她的能力是一种疾病 就把她送到了埃塞克斯公司的秘密基地里进行治疗 而太阳黑子的能力是可以吸收并储存太阳辐射 从而增强自身的力量 她也可以将所储存的能量从双手爆发出去 给敌人造成伤害 也可以通过家人身边的气流 来达到飞行的效果 太阳黑子的能量爆发时 就像是一个小型太阳 第五位 加农炮 加农炮原名萨姆格斯里 她的能力是身体可以产生出热能 然后将这些热能释放出去 以此作为动力进行高速移动 从而对敌人造成伤害 也可以弹射出去 像加农炮一样超高速飞行 在撞击到敌人时 也会产生爆炸 在使用能力时 她的身体周围会产生一个能量场 以此来提高她的防御力 以上就是电影里年轻变种人的能力介绍 他们每个人的能力都很强 但是还年轻 并不会熟练地掌控运用自己的能力 这几个变种人在漫画中 也是新变种人小队的核心成员 而电影中除了这五位变种人之外 还有一个名为塞西利亚雷耶斯的医生 她也是一名变种人 在漫画的设定中 她虽然是变种人 但渴望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也因此拒绝加入X战警 而她的能力是可以创造出 强大的隔离场将人隔离 免受敌人的伤害